大家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很高興,請到天文台的科學主任沈志泰上來跟我們談談,究竟有沒有理事力場這件事 歡迎沈志泰,多謝雷Sir 其實呢,不如我們先聽聽聽眾的電話 喂,喂,怎樣稱呼? 雷博士,你好,我姓李,你叫我阿成,行了 姓李?叫阿成?阿成,人人都說有理事力場 還常是晚上,凌晨,放假才掛爆風球 你覺得是否真的有理事力場呢? 我跟你說,力場依我如浮雲 如果真的有力場,我就不用做了 我就沒什麼厲害,最厲害就是計數 香港人一個星期翻四五十個小時工 其餘大概有八二個小時呢,是坐車吃飯和睡覺 再加上全年的假期,即是有超過七成時間都不用上班啦 所以掛風球撞正不用上班,機會自然高一點啦 就是這麼簡單 阿成呢,果然心水清,雖然沒有理事力場 不過呢,確實有力場的存在 這個呢,就叫做富熱帶攻壓者 我們呢,又可以叫做太平洋攻壓者 簡稱就是富高,與理事無關的 富高就是一條高壓地帶,氣流向下沉 會帶來高溫晴朗的天氣 最接近的香港的太平洋攻壓者 很多時就會在七月份的時候向西伸展 撞正打風的季節,就會出現颱風和富高角力的情況 當颱風遇上富高,這個時候颱風多數會受到富高的引導氣流影響 當富高增強或減弱,篩移或冬退 颱風的移動路向就會跟著改變 所以颱風會不會影響香港呢 很多時都會看看富熱帶攻壓者的強弱和位置 天文台的科學指引真是挺聰明的 真是聽到人心亢神異 阿成,你的聲音好像很熟 咦,是的,你是不是成哥啊? 喂喂,買樓現在還能升嗎? 又問這些,不說了,不說了 總之,三個字,量力而為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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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